公民我們想請教一下 就是關於中小平平平靠打民眾黨 那接下來會不會影響到藍白合作 那主席會不會針對這個部分 來跟中小平議員共投 這個議題其實我已經對外代表黨發言了很多次 議員本於市政的監督去發言 我們都非常的尊重 畢竟國民黨並不是議員堂 但是監督也要本於事實 無論是市政的監督也好 或者是藍白未來接下來在立法院馬上要開議的合作 其實這是完全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尊重司法檢調的調查 但是司法檢調的調查也必須有一定的獨立性 不隨便對外放話 這是我們強調司法是民主社會最重要的基石 但是我們後續包括監督也好 還有包括未來在立法院的合作 這是完全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我們在野黨合作監督執政黨 這在民主社會是天心第一 我們也一定會合作 委員針對說在這一次的拳代會要到桃園區 傳出說是因為板橋體育場風水不佳 有這樣的說法嗎 我從來沒有聽說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要再次強調 今天主席有強調 我們今年是拳代會跟130週年的黨慶來結合 今年我們後續我們會陸陸續續公佈 我們這一次拳代會跟黨慶結合辦理的方向 會跟過去截然不同 剛剛秦日欣大使有特別報告 我們這一次有參加民主黨跟共和黨的代表大會 我們看到他們的黨代表大會也非常活潑 所以我們今年黨代表大會跟黨慶的結合 我們會跟過去有以往不同的方式 我們希望都以黨代表跟黨員的支持 為重要的核心 一起來歡度國民黨130歲的生日 這次選在桃園是有講迴歸執政這樣的遺憾在嗎 當然都有 回歸執政當然是國民黨最重要的目標 但是無論如何 這一次我們縣市首長應該都會想辦法回來參加 另外我們會有一些場外的一些佈置 不同場地的佈置 也把各縣市的特色在這次的拳代會當中展露出來 也有機會看到我們各縣市執政的成績 那各縣市之間會增加很多不同的聯誼跟互動 這是在這一次黨慶 130週年黨慶我們要強化的 這樣可以嗎 現在立法院怎麼樣 剛剛黨員協商的時候 然後五四條馬旗 是動力要討論2758號決議 然後他就不滿說就是院長跟黃國昌就直接散會 然後自己的麥克風被銷印 然後剛剛受訪的時候就有點哽咽 也就是聽說現在立法院太阿拔了 這個事情 真正阿拔的我相信全國人民都看在眼裡 上個會期的國會改革還有包括賴清德上任的 三個月一百多天的時間都沒有跟在野黨 除了黨主席也好 跟立法院有一個非常好的溝通管道 民進黨現在綠的只剩下能擁抱自己身綠 完全沒有要當全民的總統 非常遺憾的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但是我要再次強調2758號的決議文 當然還是必須以中華民國為主體 民進黨的執政已經在中央已經邁入第九年 台灣的台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處境跟位置 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艱困 如何讓台灣有更多的國際空間 當然必須還是要以中華民國為主體 以中華民國憲政為重要的基礎 然後彈性的來參加 這是一個結果論 那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應該要想辦法 過去國民黨執政期間 政府期間我們有足夠的空間 在這幾年無論是參與WHA 我們在場外的溝通對話 我們預算從來沒少過 在野黨的立法委員的共同參與 也沒有少出席過 但是重點還是賴清德 必須要放棄台獨分子 以及台獨黨綱 然後以中華民國憲政為主體 賴總統不應該忘記 自己現在已經不是以個人身份 而是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 去做外交的關係 兩岸關係絕對是外交關係的延伸 任何對外的溝通談話 以及在國際上的立場 都必須思考到中華民國 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 謝國良市長無論在治安跟交通上的努力 都在全國各縣市排名前面 那更何況這個東岸商場已經在司法上已經四連勝 當然我們也看到惡霸其實已經沒有太多的立場 但是無論如何民進黨是非常會選舉的 我們在最後10月13號關鍵投票日 我們都完全不敢大意 國民黨這一次絕對是正面的對決 民進黨惡意的還有包括惡霸團體 民進黨背後才操作很多的議題 我們無論在很多的記者會 我們都看到是迪勾到蔡兜了 就是原來是林佑昌 除了自己招標發包出去的案子 到最後都是被栽贓到謝國良身上 但是無論如何事實勝於雄辯 我相信只有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耳朵是清楚的 我們最後會用每一票一票一票的努力 來幫助協助謝國良市長 以及謝市長的整個團隊 來獲得更多基隆市市民的認同 好 讚 第一 我們尊重檢調的調查 我們也希望在調查期間還是務必請守 調查期間司法檢調應該不隨便對外放話 我們一切都按照尊重司法的程序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